來看到 那麼事實上呢 現在呢 這個各家的民調數據都顯示 其實呢 在藍白確定分手之後呢 這個國民黨 侯友宜 還有這個趙超康的侯康佩 支持度呢 是開始 和賴消佩拉得非常的近 好 我們來看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就顯示說呢 侯康佩目前的支持度是31% 而這個賴消佩是36.3% 而柯銀佩則是呢 剩下18% 是幾乎是已經掉到20%以下了 好 另外呢 被問到說 最不希望誰當選的時候呢 第一名是賴清德33.3% 第二名是柯文哲22.8% 而侯友宜只有16.4%的人 不希望他當選 而明年哪一組當選之後 兩岸關係會更緊張呢 高達48.8%的人 也就是包括了綠營的支持者 都認為恐怕賴消佩當選之後 之後的話 兩岸關係會變得更緊張 那麼5.4%的人認為是 侯康佩當選會緊張 而2.9%的人認為是柯銀佩當選 比較緊張 另外呢 9%的人認為都一樣有可能 但是有20%幾的人 認為都一樣不會發生戰爭 好 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 在這樣的這個情況下 除了民調數字之外 我們也看到企業界的反應 好 企業界的反應是什麼呢 這個是吳欣穎的舅舅 他的名字叫做徐顯榮 那麼事實上呢 在這個活動呢 他是一個這個叫做工商企業聯合會的活動 理事長他竟然親自站了出來啊 他牽著侯友宜的手 他說侯友宜讓我非常的感動 這一次他出來選總統 我們祝他高票當選侯友宜 動算 欸 奇怪了 他可是吳欣穎的舅舅 可是他卻說侯友宜動算 好 我們看到了這個柯文哲 他說藍白河破局之後呢 認為企業主對他都變得很冷淡 讓我一度懷疑說我們有限的資源能不能夠打完這一場選戰呢 另外呢 柯辦的主任周宜修 他也說 欸 看到了這個侯友宜 說念出了和柯文哲的簡訊 他認為柯文哲的倒行是明顯的不如侯友宜啊 所以呢 現在就是要怪罪 把一切都還怪給國民黨 然後靠著罵國民黨來博取聲量嗎 好 那麼這個侯友宜就說了 柯文哲不是說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嗎 那就不要再互相批評了吧 而趙侯康則說 你看我多好相處啊 如果是跟柯文哲搭檔的話 那日子該怎麼過下去啊 好 柯文哲說要慎選民調 認為說這個有些民調對他不公平嗎 但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民調 又是怎麼樣的一個數據呢 好 你可以看到在中時的部分 賴銷28.3 侯康是28.2 非常的接近 柯無是24.3 好 美利島今天的數字36.3和31 而柯無是百分之十八 包括了蓋露普 TVBS聯合 靖新聞等等所有的媒體數據 都可以看到是藍綠 現在變成了捲麻花 非常的糾纏 很接近 可是柯無配看起來是明顯穩居 第三名 所以說 這這個是叫做 應該是沒有所謂的機構效應的問題吧 因為現在看到了媒體 這個幾乎所有的這個民調 公司做出來的數據 其實都是如此 也就是藍綠才是非常接近 可是柯無的距離顯然是已經被拉開了 好 藍白現在各走各的路 但是大家看到的是 欸 奇怪了 侯康佩的支持度開始往上 但是柯文哲 柯銀佩 開始往下走 到底為什麼呢 有人就說了 是不是因為老百姓看到了 這個叫做 那一場军越會之後 認為其實作為一個總統 應該要有誠信嗎 洪威怎麼看 我想從24號上個星期五 那麼所有的候選人完成登記之後 那所有陸陸續續發表的主要民調 就如同剛才所秀出來的 大概起碼有六個民調 都顯示侯康佩的民調大幅的上升 而且緊咬住賴蕭佩 所有跟賴蕭佩這個的差距 都在統計誤差範圍之內 因為我想現在全國人民 被上一次藍白河之後 大家都教育什麼叫做統計誤差 那所以依照我們對選舉的觀察 或者定義來講的話 那麼事實上現在的賴蕭跟侯康 進入了五五波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這個事實上是一個 勢均力敵的一個選舉的狀態 那當然值得觀察的就是 這個無科無配他們的這個民調 他們的支持度會繼續的走低呢 如果走低的話 他們會往哪裡移動 我覺得侯康佩其實非常明顯的就是 原來之前會附著在柯無配裡面的藍營支持者 在24號以後明顯的歸隊 那從民調上你可以看到 支持這個侯康的國民黨的支持者 由原來的大概六七成 已經提高到八成以上 甚至那個在八成五以上 所以幾乎就是說已經可以完成一個歸隊的狀況 那另外當然柯無他的下降 尤其在今天美麗島電子報 他所做出來新一波的滾動式民調裡面 柯無的民調下降的又更多 可是侯康佩的民調並沒有顯著上升 所以很多人就講說會不會原來所謂的 深綠反串也就是大家應該想 當時藍白河一直不知道 比民調比民調嗎 所以可能很多原來綠營的選民 他們很自動的要幫柯文哲 就是等於說幫他的民調 要有一些支持度在那裡 而現在大勢底定之後 他們又回過頭來歸隊到賴蕭沛 所以這些支持者可能是 互相猶疑出來的一個結果 但是我覺得所有的候選人 我們在講說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凡說過也必須要被驗證 之前我們前一趴講到的就是 賴清德你當年說 兩岸直航是木馬屠城記 但是你現在反就是就不認帳了 那最近柯文哲在24號 他也講了一些說實在 大家覺得比較奇怪的言論 待會我們大家也會討論到 甚至講到說有人要操作他 說要給他兩億美金 然後大家問說這是誰啊 兩億美金嚇死了天文數字 因為我都還講說 如果是國民黨操作的話 我要跟黨政府抗議 因為我們在選舉 不是大家都苦哈哈 要募個款都累得要死對不對 如果有兩億美金 那是不是來多資助一點 我們候選人 所以可是問題是 後來柯文哲 在被媒體追問的時候 他講的又是不清不楚了 好像事實上 他又試圖要跳開這個說法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所有的候選人 他都會被驗證 他的誠信的問題 所以陸瑤 芝瑪麗 日久見人心 我相信對於侯友宜來說 這一組的候選人 只要他們贊助他們的 相關的一些政策 還有一些他的政見的牛肉 我相信侯友宜跟 趙香康這一組候選人 是比較經得起檢驗的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助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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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